用法拉第定律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可以很成功的解释 在这个原心到边缘之间 确实会有这个定位差别建立起来 我们思考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时刻 先想象我们有一个参考的一边 这边是从原心到边缘的一个半径 如果我们先假想 我们的回圈就是面积是零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回圈是 从这里过去又回来的这样的回圈 然后会随着盘子做圆周 做这个旋转的运动 而在dT的时间之内旋转的一个角度 旋转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如果叫dθ的话 那么dθ的大小当然就是等于 ω乘以dT 经过dT的时间旋转的角速率是ω 所以dθ是ω乘以dT 也就是本来这边有一个 比如说O点P点Q点 Q跟P本来是重叠的 现在呢随着圆周运动开始 随着圆周运动在转动的时候 Q点跟P点就分开来了 分开的角度就是dθ 那么在这个 从T等0经过dT的时间 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的这个 呃 呃 持通量显然增加了 原本是0 因为没有面积 你现在张开的这个扇形 这个扇形的面积 dA呢 显然是2分之1的 这是半径R 2分之1的R平方乘以dθ 所以 如果我们要算出 现在的持通量的话 就是 啊 B乘上dA 啊 所以我们两边都乘上B 这边乘上B BdA当然就是dφ 当然就是持通量 啊 所以如果我们把 全部都除以dT dφ bdT 等于 2分之1R的平方 bd dθ dθ dT dθ dT 当然就是我们的 o omega ok 啊 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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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θ是 omega dT 这边少了一个 omega 我们把omega补进来 啊 这边有一个 呃 呃 二分... 現在還沒有 對不起 這是扇形面積乘上B 到這裡 所以這個寫下來就變成 二分之一R平方B的Omega 那DeFiBDT當然就是我們的這個Delta V 對不對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之間的這個 感應電動式 整個回圈當中的感應電動式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Delta V呢 跟這邊的結果 二分之一R平方 二分之一R平方 比Omega 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個就相等了 所以我們確實 還是可以用法拉D定律來考慮 只是我們在考慮法拉D定律的時候 要 完全了解我們 在這個盤子做轉動運動過程當中 這個 磁通量的變化的考慮 是這樣子考慮才對的 而不是你 認為是一個盤子 一個這個盤子 好像是我的回路一樣 這個回路好像都在這個 磁場中沒運動 不是的 是原本有一個這樣子一個 這個根本就是0的這樣的面積 隨著轉動就會拉開來這個面積 對不對 所以磁通量是在變化當中 因為隨著這個 隨著這個 圓周運動呢 就把這個Q跟P的相對位置拉開來了 所以張開來的面積越來越大 容納的這個磁通量也就越來越多 所以當然會有感應電動式 是這樣一個角度來解釋 這個 圓盤的中心跟邊緣會有電位差產生的解釋方法 這是法拉第定律 這邊是Motional EMF的解釋 當然 結果是一樣的